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愿花费数百两黄金 拍队买一首偶像的亲笔诗 还有更夸张的 居然浑身刺满了偶像的诗作 混迹在人群中免费为偶像宣传 这架势哪位诗人不甘拜下风啊 但有得必有诗 诗场春风得意 官场就难免要诗意了 当时的朝廷被牛李两党统治 专心上演牛李党争 官联的白星 投靠到牛党一派 就会受到李党的猛烈打击 如果投靠到李党一派 牛党这边 肯定也不会放过他 那怎么办 他最终决定当个中间派 他没想到 这成为了受到双重打击的加薪派 好在 年近半百的白居易已经看开了 主动请求告别长安 前往杭州左官 白居易一路策马奔腾 把那喧嚣的长安城远远的甩在身后 在夕阳的余晖下 他来到了静静的长江畔 写下了轻快的木江吟 诗提名为木江吟 是指在傍晚的江畔吟诗 吟是古代一种诗体的名称 梦教有游子吟 于谦有石灰吟 都需要用一洋顿挫的方式来朗诵 一到残阳扑水中 我们通常会用照射来描述太阳在半空中发出的光 而此时此刻 夕阳已经贴近了地平线 用铺子就显示出白居易独具一格的观察力 而作者更惊人的发现当属半江色色半江红了 哇 这时江面居然会呈现出两种色彩 被夕阳照亮的半边 红光艳艳 而没被夕阳照射的半边呢 则碧波淋漓 色色的竹烟也很奇怪 是古代波斯这种绿宝石 C C的汉语音译 绿有嫩绿 碧绿 翠绿 苍绿 等等等等 但似乎哪一种绿都远不及色色的宝石绿 形容江水更加的美丽闪耀 白居易完全沉浸在这红绿胶硬的美景中了 等到回过神了 已经找寻不见夕阳的踪影 原来夜幕早已降临 此时再抬头看看天空 又不禁要感叹 可怜九月初三夜 鹿似珍珠 月似宫 这里的可怜可是可爱的意思哦 这九月初三的夜晚 简直太可爱了 草上的鹿珠被月光照着 像珍珠一样 晶莹闪亮 而月亮则像一把弯弓挂在天上 此时的白居易不管是抬头仰望月亮 还是低头鼠鼠露珠 心里都是满满的悠闲喜悦 但凡能够明扬千古的大师人 都一定有自己的必杀技 比如李白 我说过一个月亮达人 一句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迷倒了多少赏月的眼睛 有如王维 那绝对是个空灵达人 一句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闭合了多少喧嚣的嘴唇 而白居易呢 都是个法力高强的色彩达人 绿仪新配酒 红泥小火炉 日出江花红盛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 原本是白纸黑字的诗句 全都在他的魔法底下 散发出了五彩光芒 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孽 露似珍珠月似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